这个月四号下午在桃园龙岗清真寺前发生一起斗屋事件 这是一名巴基斯坦的男子他刚做完礼拜之后想不到就招人围殴 他向警方表示怀疑是因为自己不加入台八关怀协会 因此遭到协会理事长教唆群众殴打 不对此理事长出面驳斥了 说绝无此事 监视器拍下清真寺的外头聚集的大批人马 过没多久现场有人出手打人 现场陷入一片混乱 巴基斯坦籍的男子柯莫四号下午跟朋友到桃园龙岗的清真寺 做完礼拜才刚走出大门就被一群人围殴 数五个到二十个里面 然后一般一般一般的人大他 然后一般的人开始大欧 叫说在台湾的帮盘分子 一群群殴我先生跟他的朋友 这个组织在台湾从事一些非法的行为 我先生不愿意加入 然后才造成他们教唆其他的帮盘分子过来毆打 头上贴了纱布连行走都有问题 柯莫在太太的陪同之下来到警局报案 因为教唆打人的竟然是自己的同乡人 照他巴基斯坦的同乡伙同国人毆打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加入他们巴基斯坦的关怀协会 不过对此协会理事长也出面驳斥而打人的男子则说 跟协会毫无关系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警方还要再深入调查 要将这个事情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记者王小华 吴宇宗 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